最近黄金价格大跌 黄金又成为人人口中的焦点话题 那么至于黄金为什么会大跌呢 在以下的视频里面 我们还会再陆续的提到 那么首先呢 我想黄金对大家来说呢 都认为黄金是抵抗供货膨胀 而且在战乱当中呢 最值得拥有的贵金属 因为它毕竟是个贵金属 它可以来交换物质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萨拉热窝的围城站里面 我们都知道萨拉热窝的围城站 是1992年4月5号到1996年的2月29号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其实黄金使的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黄金呢 事实上呢 它的这个携带并不容易 而且呢 它需要有鉴别真假的仪器 而且它要有一个适当的交换场所 所以呢 我们在萨拉热窝这几年的围城站里面 我们发现呢 美金或是其他有价值的通用货币 反而会比黄金用得更多 而且更好使 所以呢 请大家特别记住 当您在投资黄金的时候 要记得哦 它除了是通过膨胀的抵抗的工具之外呢 它其实也是在实用上面的一个贵金属 那么不管如何您投资 可得千万小心 而且留心所有各方的资讯哦 好 回见到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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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